哼哼,又是我家明 今集,阿讚卡卡太北我佛里 第一站會帶大家參觀 福府羅漢隆坡本廟 由現任主持隆坡三安 親自為我們貼金祈福 第二站,神秘的力泥廟 親身感受到 泰國力量強大的神秘天然活石 第三站 再去拜祭專食小人的 拉虎天神 想防殺防小人 還想爭財穩,跟著來吧 神秘天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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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丹帕寺寺寺 又稱為老虎寺 是當年龍波笨大師所主持的寺寺 修詩前來 主要是刺扶同改善 據說,龍波笨大師在九年的在甲盒期間 經常在山裏背院遇到老虎 而每次遇到老虎我onda師傅都會坐下念經 而老虎又會乖乖地聽師傅練完經之後就會離去 真的很神奇 大師指,余虎可以 contest 辰誠、爭權力、招財運 所以隆坡笨大師為善信赤父、符舟、佛牌 都是以老虎的法相為主題 隆坡笨大師早已在2002年原籍 享年79歲 而他的遺體被好好保存起來 供奉在老虎廟內 供善信占養和參拜 現在老虎廟的主持是隆坡三安 隆坡三安大師是隆坡本師傅的大弟子 現時老虎廟內每天都有大量善信排隊 等候三安大師祈福 聖雲、加持或賜符 這就是拜師禮事 把錢放到禮事封 帶上的聖物、銀包 可以放上去給師傅念經加持 兩姊散其妙 你們貼金後要去食堂上去 多謝老闆去賜我們財富 剛才貼完便可以過去搭席拜一拜 導演知道有機會連電話和錢包拿出來寫一符 不幫過任何一個機會 今天來拜訪一個歷黎的廟宇 歷黎是一種礦石 它出自於泰國和馬來西亞當地 歷黎的能量有防小人和防殺的狀況 接下來有很多關於歷黎的聖物賣 這一塊是玄石師傅開光的 當有些不開心 歷黎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這一塊抱著吸引負能量 它最喜歡吸引負能量 因為你會看到有師傅寫的經文 開光的 在裡面 那些歷黎很喜歡食物糖 食物糖的時候就有些很滋潤 甚至乎可以再生多一兩三塊 很有趣 這塊其實是師傅開光的蜂蜜 裡面就放了一粒歷黎 用來吃的 吃了如果身體不好的狀況 都會令到你身體健康 你將這一個元素吃到肚子 令到你身體的平衡 令到你身體的平衡 它需要健康 平衡狀況就會更加健康 這裏所有小蠟磚和供奉營 都是用力來去做的 你看到聳笛的佛 還有師傅的自身醬 另外還有招財鬼王 費用不貴 只有三百株 三百株就可以用一個 它會放入力泥的元素 其實它是一個開了光的礦石 不是供奉的 它是放在這裡幫你去磁平成磁場 它的能力是給一般的水晶 或者一般的礦石會更加強烈 剛才看到它放在這裡 我就拿來試試 這支好像比這支更厲害 我不知道為什麼 摸下去的感覺 有什麼用呢 這個也是鬼王 Tamisuwa 接下來我的宣名工作世界是蠻合用的 剛才摸了這麼多把 後來它拿了一大堆之後 這支最大強的感覺就是這支 我邀請這個魔法拳像 我可以說吧 師傅也買了這支 這支是師傅所推出的 這支是師傅的薄物款 本來的一邊也有很多不同的滅魔刀 那些滅魔刀有什麼用呢 開燒就會趕櫃走 曾經有些行家帶著滅魔刀去探靈 不建議嗎 這些鬼是民風喪膽的滅魔刀 千萬不要這麼說 加上還有力爲的一些我們叫做 驅除負能量的話 試半功倍趕櫃 但是功德就不能做得好 第三站我們來到拉虎廟了 拉虎是傳說中專食小人的天神 傳說拉虎天神最討厭在背後搞小動作的小人 所以參拜拉虎天神可以幫我們滅小人遠離是非 拜拉虎天神有特別的三部曲要注意 一起跟著阿讚卡卡看看如何正確拜祭 前面有些用40珠或20珠不同的貢品 拿一份這個 總共有9支黑色的香 另外拿回這些花 等一會去碰香 之後就在拉虎天神的面前就拜一下 拜完之後就裝香 吶摩佩泰一 沙吐沙吐 然後就會走過去 我們去擺一個貢花的花 你看到 旁邊其實你就會見到有些牛偶的 牛偶有些什麼用呢 這些錢就捐 捐完之後就夠一塊素 牛偶就會去到農場熟一隻牛 就可以免得被人在眾生上宰殺 我走到過來 然後就在拉虎的下面 我們就會跪跪拜 拜完之後 大家都見到了 這裡有些金箔 我們就可以貼在拉虎上面 祈求拉虎天神去保佑我們 狀況就會圓滿 另外 這個就是吊的鈴鐺 你就敲一敲它 你會見到很多善信 就把這個鈴鐺掛在這裏 將個願望 自己求完的願就放在這裏 接下來這個就非常重要的 這個就是一個便便的神 叫一子神 我們這些叫貼金 貼黎金 我就會派在這裏 我會塗上去的 好 好 查完了 我便會走上去 請記得看著一子神 和心裏面想著自己的名字 出生的旗 然後就許好緣 好 我許完沒有緣 我就會這樣 看著他再想著自己的願望 這樣就成功完成了 記得許願未成功前是不可以告訴別人的 有沒有想過參拜佛子的同時 還可以打卡拍照呢 下一集 阿讚卡卡帶大家參觀兩座位於泰國的特色寺廟 大家除了可以誠心禮佛 還可以打卡拍照 真是超到爆 我們有全球最大的流利佛塔 神聖又夢幻 還有最粉紅的巨型側我粉紅象神 我家明都不倒輸 看多一張漂亮的照片打卡 按讚 阿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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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龍